看我视频的观众也知道 我是反复的给大家强调 如果是贷款买房 一定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 如果出现还不上房贷的话 很有可能前房两空 今天这个事 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李先生在2016年贷款买了一套房 后面房贷就还不上 现在银行是解除了贷款合同 要求李先生一次性支付所有贷款 现在李先生根本就没钱给房贷 所以银行决定查封拍卖这套房子 他就是在银行16年贷了款之后 然后他也是还了一点 然后就再也不还了 说是没钱 也是每次法官去找他都说 他没钱或者是我就还 什么再给我一个关线时间 但是他一直都不还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事情从2016年说起 当时李先生向工商银行借款34万 买了一套72平的房子 借款期限为300个月 还款的方式为等额本息 每个月15号为还款日 每个月大概还1800 没想到李先生只还了一年的房贷 从2017年9月开始 就没有还过房贷了 银行也给了李先生二年时间 没想到李先生既没有与银行联系 也没有按时还款 我希望他还是能尽快还钱 因为拍卖这个流程 应该是时间长 而且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利息也是涨的 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好事 如果他这个钱不阻止的话 还是欠银行的钱 他后续还是需要还 所以他现在还的话 也是尽量避免他的损失的扩大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银行将李先生告上了法院 要求来解除与李先生贷款合同 并在判决下达10日以内 要偿还工商银行33万本金 还有利息伐息1万 没想到判决在2019年下来之后 直到现在三年多了 李先生还是没有一分钱 没还给银行 如今本金加利息都快40万了 李先生是既不还钱 还住着房子还不肯搬走 银行方面也是希望李先生 尽快把房子卖出去 用来偿还债 因为他那个房子的位置和楼层 还有他屋内的装修 刚才咱们也看到了 不是很高很值钱的一个房子 所以为了也是避免他的损失 也是让这个赶快结案 所以希望他还是能赶快还钱 毕竟李先生的房子是老小区 所处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好 约往后面拖月步值钱 到时候拍卖 还有可能不足以偿还贷款 或许还需要李先生支付差额部分 所以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今天执行法官准备赶往李先生住所 希望李先生解决这个事 要么是把房子腾空拍卖 要么是一次性偿还银行欠款 我跟孩子 跟姑娘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上给我找你一年咋 你就是说你钱也不还 你房子不腾 这肯定是不行 现在是咋的 那医生没有这种住 挺难的 自己带个孩子还是上学 咱不是不想还钱 咱也想还钱 咱俩见面也挺怕两年 还过钱吗 还过一分钱吗 在李先生打开房门之后 执行法官直接了当地给李先生说 今天来的目的 希望李先生把房腾空 李先生说 现在这房子是他唯一住房 如果腾空之后 他也没有住所 而且现在孩子还在读书 也急需用钱 自己现在收入不高 生活挺艰难的 执行法官说 从判决下达已经两三年了 如果李先生想解决这个事的话 可以先还点钱给银行 但是这几年却一分钱都没还 所以银行才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也是多次找过 李先生 李先生每次都说生活困难为由 李先生虽然态度非常好 但是就是光说不做 这样执行法官也非常无奈 今天工商银行代理律师也一起过来 李先生希望自己能够分期还款 每个月少还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你自己困呢 那你自己解决吧 你干净活的 你说你有啥困呢 我帮你帮肯定帮 我帮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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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帮 那我没帮 我先陆续少还点行吗 每个月一天后还点还点 这样这种方案行吗 上面的你听我说 这是袁浩二的律师 工行人行代理人 你月月还多钱 怎么这些钱怎么还 跟他说 他同意了 他就说一分钱不要咱走 那不招你都 跟他谈 那现在我没有什么具体方案 你要我一次还这么多钱 我也还不上 我可以说 比如说像以前的 陆陆续还你吗 你分几次吧 你给我个准数 你想分几次 几次啊 你要想再带个三十年 那肯定是不可能了 因为你合肥几次 你要说你分几次 我跟银行商链上来 肯定能稍微给一个 快线的时间 但你想再按年还 你这是不是有点 您自己觉得这合理吗 那几次还 我现在条件没有那条件 还不了 因为现在可能大概就有三十万吧 大个多 没事 你不要来条件也OK 你走走卖房 卖房 卖房 出了什么钱来 年了款都换这 对吧 咱能给你换线 咱就尽量给你换线 这就已经一年多没了 也可以够意思了 不能一年多 难过你还点钱 也不自贫 但过来领的基额来找 但银行方面说 如果李先生想像以前一样 一个月还一千八百 是不可能的 毕竟李先生已经失约 银行方面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要么就是一周以内偿还 所有欠款 如果偿还不了的话 可以分几次 但还款的周期不能够超过一年 李先生表示一个月还几万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 那就啥呗 你们就先卖房了呗 你要我分几次 行 你们能够几天 我得找地方啊 现在你们真没地方说 你先想你说 不是 你管我啥 你管我啥呢 你说 别露我 你别露我 你露我 你露我 我那一天 你正常卖你 找程序正常卖房子呗 我卖房子 我也卖通房子 我卖有人的房子啊 这是鬼局啊 你来不来看房子看房子 你一样我怎么卖 司法太大 我自己卖通房子 这是鬼局 你们卖了我再转过油 你得必须躺过来说 不行这是鬼局 谁买呀 他忙他买 他忙他买 他忙的 有人哪里不在买 你反正卖房子 对你也是 李先生希望自己卖这个房子 毕竟通过法院司法拍卖 拍出的价格会非常低 还不知道拍出去的金额 能不能偿还所有银行贷款 但执行法官说 如果在两年前 还可以考虑让李先生自己卖房 如今时间拖了这么久 李先生想自己卖房 这机会已经没有了 李先生想保住这套房子 不想法院拍卖这套房子 还想银行方面 能够像以前一样 让自己一个月少还点 但是具体还多少 他却说不出来 司法外面股价能卖了30万 您想好了 您到这儿还是欠钱 还是得还 就如果这房子在文具地的 五千点说你欠30万 这房子卖了20万 你还要道歉10万 如果卖40万 那剩10万给你 市场规律 这个不用暂停的 你现在要有钱 我不就还这个房子 对不对 你现在30万 比如说你要有三次四次 得一次还10万块钱 我算多少钱 没有那些钱 你想哪还呢 你说一样 你想哪还 对吧 你说陆陆续续还 你说一月你还点 还点我还能接受得了 因为我得根据自己调研 我得活的 如果功能上学 得用啊 你月还多钱 你钱马来分 你们都是的 没事 你想一个月还 那是个数 他人也不查钱 你说一月还多钱 你再还 咱们七万 你不说这月还 下一个月钱 不管那肯定是对的 对吧 那里面有个方案 行吗 你们说 你跟银行也好 还是啥 你还也好 你说这个方案 李先生想和以前一样 一个月还一两千 银行方面肯定接受不了 判觉判定是你一次还 咱想让你一次还 你还不了 你还不说 那咋说 那我说一个月还一万 你能还吗 我没有 那你说 我说还没用 没挣那多钱 我怎么能还 你说你一万 那你得说 你不能不说 咱说 咋说 目前情况也就一两千 那您这还不如 那个贷款的时候 还得多呢 是吗 贷款还一千万 贷款还一千万 要是你还一千万 你还在这儿 合适不 如果李先生想分期付款 银行方面只接受 在一年之内 把所有欠款还完 每个月要还两三万 李先生说自己 没有这还款实例 所以只能把房子腾空拍卖 而且给执行法官 写了一个承诺 在半个月以内 将房子腾空交给法院 这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因为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 判决生效 生意判决是 规定是一次性给付 本金是三十多万 先年本代息价 四十来万吧 他没有能力还那多钱 他没有能力还那多钱 他没有能力还不换钱的 他个人卖房子 给你把我全国还 他没能卖 法院卖 你们拍卖 那你家里 你干得到的 那你就分钱 而这件事情的后续是 李先生也兑现了自己承诺 在十五天之内腾空了房子 法院将对这套房子司法拍卖 偿还李先生欠工商银行的贷款 而这件改善已经是